來鄉親啊 臺灣今年都沒做紅胎 結果欠水落 今年是衛民國五十三年 那一年以來 第一次在風水旗 沒來做紅胎 也沒來路超大貨物 新北市的揮槌水口 目前獨水量存四十八點五趴 途徨的酒門水口存四十四點六趴 苗栗的民督水口如少存二十五趴 咖啟的沙門水口也存三十四點八趴 經濟部來調開到罕災應變修作 第一次會議 決定後禮拜三 要就是從十月十四開始 包括託行新北 廟列到台中 晚上的十一點到下午早五點 要來減壓強水 今年是五十六年來 臺灣第一次在風水旗 沒風胎 也沒受到大風嚴重的影響 這個人感覺好運 嚴重水口沒什麼水 全台灣最慘的是廟列的民督水口 只有百分之二五點一三 十月十四開始 託行新北廟列台中 晚上十一點到過年 剛才的五點 要是晚上的減壓上水 透過減壓供水可以減少自來水系統的漏水率 以及相關的節約的措施 那我們預估可以剩下三到五趴的這個水量 以照水利水的措施一直到漲會不遺跡 台灣三大水口 十問水口 一共水龍半期三十四點六百 火水水口半期四十八點五三 九問水口半期四十四點六三 這個水龍都比較不適合 尤其是從十門一直到大概中午左右 都是接近不大四成左右 大概是起最低的一年 台灣市政府也高級 如果這個情形不改變 火水水口到十月下旬 就落到下雨的水位 時到就開始時時 暗時減壓上水 體鎮鄉親水要比較欠用